稍等一下啊 哎 来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PV之前看到的那个开场啊 开场的位置 嗯 黎元武建立 这是我们的logo 好痛 只要我戏不散 大唐就不会亡 那就再唱下去吧 到底是人活进了戏里 开是戏 本就因人而在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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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这个试一下 哎 好 回来 没问题 你上来已经这么多了 是的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 开场教水的分析队 依然就有 哈哈他 后隔天 我我我 但是但是这个人人有点多 这个他是被抓到这 我得找一个机会啊 我得找个 在正常打着好 没事没事 我哎 你看这两个这哥俩一左一右的啊 我一口要喝一口要喝一口 我我喝一口 喝一口 他们两个就是一条鞋的那种感觉 安逸 很松 安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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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对安逸 好 唉 可以可以 感觉这个能轻松一些 喝一口喝一口 aha这个人有点有点阴 可以打得挺好的 哎还可以哈 对 最风 风脆 风脆 glitter 风脆 glitter 风脆 glitter 它其实是一个资源条 好 简单看一下 就是应该是它的一个特殊技能 你消耗这个风吹之力的话 就可以释放异技能 好 一会再试一下 你看这个人 在踹速 疯狂的踹速 用意 用意 试一下 这个扫长腿可以 这个是不是就是 我们在PV里面看到的 就是可以来回 飞来飞去的那个房间 对对 它这是一个四合院 你可以从那个大门进去 这个四合院 来看一下 这个四合院布局 是非常典型的 那个狼硬式布局 对 一个三进式的院 这个看起来就是很大 像是个豪宅啊 应该是很有钱的人才会 对啊 但其实也并不是豪宅吧 在古代四合院 也不一定都是豪宅 这就是更是一个 像是中等级别的 这么一个 小型豪宅 还是有一些钱嘛 只不过现在看起来是废弃的 看起来还是挺大 还有一个 你们继续聊 不要管我 我漏掉了 它现在这个 其中的这个建筑 看上去比其他的部分 要气派很多 对对对 要大一些 这一栋是不是整个 这是个庄园内最大的一个建筑了 可以这么理解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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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是一个武进式的这么一个 五开间 对不起 对 五开间 五开间 五开间是 是什么 怎么一个五开间呢 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里有六个柱子对吧 对 六个柱子 六个柱子 是有的 但是我们是在这里是参考了一个唐代银善令的这样的一个对建筑形质等于一些规格进行一些限定的这样的一个参考记载 然后我们是参考了这些东西 然后符合这个主人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中等级别的建筑 对 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设计了这样的五开间的一个 简单说来就是这个区域的主人他是属于这个级别 所以他就住一个这样级别的房子 是的 是的 唐代是有比较严格的这种对形质等级的一个规定的 明白明白 我们参考的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是的 是的 原来是这样 可以 这边应该是个箱房 是个箱房 来 请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不用 我主要是看到这个地方我感觉他好像是能吃一样 我觉得是 四足盆着 刚才那个是一个四足炉 四足炉 是烤火取暖的 也是我们去参考一些唐木出土的一些文物 然后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也会进行一些二次的创作跟设计 牛啊 你们刚才 你们刚才又说不是是中等的 我觉得这个他们家还挺有钱 你看 这个地方还有个院子什么的 对 这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呢 有没有什么 说法 说法 它其实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古典园林的设计手法 对 像去打造一些一步一景的这么一个空间感 四足老师 是的 是的 我们会采取一些中国古典园林常用的一些什么亭台格 这一类手法 然后从中抽取一些适用于我们这些游戏的一些元素 像亭子啊 九曲连郎啊 以一些台子 对 然后也是想做这些做一些空间变化 对 OK OK 它这里面 我台词还没说 其实游戏设计里面也会去强调这种空间的变化 比如说你到达一片体验了一片开阔的一个空间感受 再到达一个室内的一个封闭的感受 同时在给你一些半开放的一些感受的话 玩家的整个视觉呈现会有比较丰富的变化 这个对于体验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然后这种九曲连郎加上停台的一些建筑手法的话 其实也能同样的去辅助我们完成这些体验 看提示 你走得太晃了 好好好 我控制一下 这个地方我是不是 我直接跳过去 你直接下去 这里有个红点 其实你是进账了 不然你是可以偷听一些信息的 算了算了 交给你们 我负责直接通 不敢打下面 人太多了 我刚才那一波群战我就是挺难招架的 来看一下这个火 百万特效之作的 这个火照射在这个绸段上的效果 真的还不错 真是 还可以对吧 那 你牛 牛 别别别 有点过 有点过 注意一下 收一下 导演主要求 我们试掌说完就好了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坐栏 对 这个也是我们参考了一些古代典型的 别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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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典型的 就这个跑时机的同学 挺挺好 挺挺 你可以蹲正的 你可以控制一下你的多动 对对对 开始一个 蓝杆呢 就是我们也是去一些考据一些相关的一些传世画座嘛 然后像五代的那个炸口盘车图这些 对我们也是从中提取了一些这一类的坐栏形式的元素 然后我们像看那个像柱子一样的小柱子一样的那个 蓝杆嘛 扶手 就是它是一个望柱 然后在唐代呢也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它会只在转角处设置这样望柱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我们也是去参考了这些东西 你可以下去看 这里的话是一个鱼藻飞梁的结构对吧 清水的一个部分 是的 是的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边以前是有水井水池的嘛 所以我们也是会参考一些现有的一些现存的实力 像北宋的进瓷的鱼藻飞梁 对这些结构 然后我们也会参考他们的结构做法 然后在我们的游戏中进行一些设议 对 我记得鱼藻飞梁是那个北宋遗存至今的一个建筑史 是的 是的 就是现实世界确实是有这个楼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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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我在 就是那个材质的话 我们选择的是石头对吧 对石材石材 这个也主要是考虑到它以前是有水井了 所以木材就会浮浪的 对 你看老林老师 那个我现在好像有点棘手啊 我在你们聊聊的时候出现有些突发情况啊 没事没事往前跑 我往往往往跑 你可以你可以 我我我我我我躲一点呢 你躲走就好 对 好一个变了 好等会 等 哎又来一个又来一个 哎 就是让你去 这种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刺激的 那我那我就 这 哈哈哈哈 三兄弟 哈哈哈哈 我看看啊 我能不能 我有点 有点 灰血灰血灰血 哎 这聊这聊这聊 哎呀 哎 面具 刚才是谁让我往前跑的啊 哈哈 没有你你你再附我再吵 对对对 没事 应该应该 还是能打过的 就是打一个 好像不太对啊 哎哎 防御防御防御 你你 拉开一下 给我给我 给我来一套联装 给你 安 我重新找回一下 一对三应该 试一下 要不试试 我试一下 就你格挡 大大石头极了 快快快 对对对 大石头极了 你用技能 你用技能 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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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可以可以可以 对对对对 可以可以 你看准他们出招的时机 不要怕 直接直接直接满队 做一下 好像不太行 你要不喝口药吧 不敢打吗 要不先喝 镜头太普适了 稍微下来一点 镜头下来一点 对对对 格挡格挡格挡 好好好 喝药喝药喝药 哎呀 要破房子 好像好像就是 呃 我我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但是我这个战斗 但是我好 我有点搁不上啊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我看你手都出汗了 满头大汗 满头大汗 他上面 有点骄 你要不喝口药 攻击 没有药 不要怕攻击 他没有 他没有药了 他最好药也不太行 哈哈哈 大不了就被防转回来嘛 对吧 也不太行 再 我再来 再来 再来 再来一次 好吧 没事没事 实在不行 大叔给你报仇了 好好好 问题不大了 格挡格挡格挡 再打 格挡安逸 哦 破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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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药比较难看 哎 哦 你好了一点 好了一点 哈哈哈哈 大叔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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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大叔老师 因为他这是相对比较高级的一个 他真的是一瓶药都没给我留了 你要剪一下那个吗 其实你要多用异技能或者是一些 预防万一啊 我去搜刮一点东西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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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没有哪个小怪还会掉一点药 我觉得你不需要药也是可以打过的 我也觉得你不需要药 你要不试试 这话不好说 大不了就放车了 我只有一个不活命 够了够了 没事 反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一直在翻 真的没有用 行吧行吧 我们这个啊 我们这场直播靠的就是翻车啊 哈哈哈 靠的就是翻车 你要就有话说的 点个彩蛋拿吧 来来来来 你其实不能去你刚才那两只怪的 就是你要先 不能去那个精英小朋友 你要先把这两只先 刚才刚才是跟我讲一直在往前跑 我也不知道跑到哪里 大叔想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所以你就你先掉路进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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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你要多用异技的啊 哎 我刚才有很多我都没打出来 就比如说他们前面会有一些白光啊 之类的 这个对 从谁之意他一直就是说他会一个 比较功利的一个资源 好 你只要他有了资源之后 这样就 哦 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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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 有 jó完了 过了过了 哈哈哈哈 没有要了没有要了 我很我 我很紧都是导演主安排的 哎这还藏着一支 因为其实有个小彩蛋 有个小彩蛋 ap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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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记住我来记住哦 我往往跑跑 你没事没事没事 哎这这好像还有个东西有个要 剪剪剪一下 哎这什么怎么都是 哈哈哈哈哈哈 这头发还是比较用心的对吧 对 你看你就有特殊的一些防御结果对吧 这种动作的时候你去典役的话 就可以直接派身出去一些带 这个时候你就获得了一个 利海之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组队这边 就会变成两个人 然后我按一下 再挡住了 你就变成了 对 我就会变成刚刚 就是中国作战的这一只 这一只小兵 老林 你有没有觉得他 你觉得他是谁 我觉得来放大看一下吧 给大家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一下他的英俊的面庞 看一下他英俊的面庞 来 有没有很舒服 你没有拍到你 你在这 他没有这个这个这个的动作了 他会有 等一下他 等一下他 没事 这个给他多留一点时间 看看他会不会有 这个还是非常帅的 很帅 就很上镜 我觉得 必须是很帅 那现在我们用这一只 去试试前面那只金怪吧 我没有什么把握 没事你就正常打就好了 好的 他也可以用一只 抛个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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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来 再来 去 同时 哎呦 不行不行 回个血 回血 我没有 没有血 也要 那就算 你差一差 这个同学 哎呦来 哎可以可以打 玩的真埋的呀 哈哈哈 哎不行不行 豆腐都是养傻子啊 我把我把刚刚那个角色护过一下 继续 我要看 你也可以用他给你的那个超大招 这个角色 我攒攒小 受机的时候 他长的那个值是非常多 你看你现在值旁边多了一个红光 哎对来 来来了 哦哦哦 好感谢大家 一百万观众 哦哦哦 谢谢啊 妹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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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了 有没有人看 哈哈哈哈 一百万 一百万了 一百万了 谁看你呀 哎 来吧 来吧 就就这么过了 就过了呀 就我 好好好 好好好 哎 这个牛牛牛啊 哎 好想好想好想 可以可以可以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啊 回到这个 哎不不你要先开个门啊 对对对 来我给等我捡个东西啊 不用 哦捡到一个样了 捡到一个样了 够了可以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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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们是真狠啊 来来 走走走 这个门其实是可以打开的对吧 对对 我们可以交互 但是但是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门是不是是个摆设呀 哎 他过不去啊 他自己家的门他过不去 有点说不过去啊 是不是 嗯 该该减减 所以是身材的问题 谁是身材的 该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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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男兵他该减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小兵 还得吃 对哎 我们发现这个走上去之后换了换了换了个缝围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场景细节还是蛮 量产 蛮 蛮丰富的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上去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经典的 经典的PV 你来了 你来了 要不需要了 我觉得你自己是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不喝要打过 我 笔记就一丝血了 你是不是有点为难 相信 你有你有复活道具的没关系 复活几次 你也挑战一下 这一段的氛围还是还没演完 没错没错 我又来了 可以反复来 打不过就反复来呗 对对对 这是你来的意思就是 你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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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物再见 我又又来了 你又来了啊 这把剑 各位朋友 我现在有点紧张啊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看看我的剩余血量 我还在开局啊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还有一个小小兵呢 主角 我们相信主角 我现在我跟你一起 给我一个机会 把他复活一下 你就用这一只怪 能把他打掉的话 也是非常厉害的 哎 看点不一样的 忙就对 不要怕 一一 哦 派生哎对了解 回忆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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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打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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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生相关的一些招式了 啊 为什么我 我牛啊 哦 帅帅帅帅 嗯 我真的一口药都没有了 有 有点 你不需要药 我觉得你是可以打过了 有点原先那个味道啊 哎 这个平面可以 有白条就用异 异的第三段 你看又长了一个小花瓣 对 就 对啊 这个能不能就是 哎 这就让我们聊点 其实那个 准确来说 它不是叫花瓣 也可以说是花瓣 就叫花瓣吧 完了完了完了 大家可能去细看一下的话 它的那个三个花瓣组合在 其实是半个面具的一个造型 哦 其实是主角的一个 陆细的一个程度 这个花瓣越多的话 它陆细的越纯粹 它的整个伤害就会越高 对对 以细之面 对对的程度 哇 没有要了 我我我残血 我缩血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要能这样残血 打过的话 也不太可能对吧 那就用 对对对对 大家失误了 你就用他来的 我用 那我试试用这个小兵打 你应该长长长以抛个杀 我觉得他就差不多要贵了 哎哎哎 你被打空了 打空气是吧 有点 演了演了演了 长以长以长以快快快快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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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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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他就帅一点哈哈哈哈 我我修修修修 我觉得你可以的 没完没了呢 不是他这个角色他有点 哎哎他轻松的 他的他的龙头有点低 这个这个兵 他他短阶段了 所以他的整个那个飞镖会非常的变招会非常多 我感觉这个这个这个boss他 他的他的攻击欲望变强了 下阶段了吗 他急了吗 他急了 哎哎哎 来来来来来来参与参与参与等会我得变招了变招了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 哈哈哈好好好 我说了一号我看得清清楚楚啊一下没打招 还有一个还有最后一条 还有一个还有最后一条 还有一个呢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的这也太难了 啊最后一条没事就差一点点啊加油 不是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 他哎喂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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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快了不行不行 我快我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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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其实主要你一上来那个一系他是空写没有 其实你就少了一条命但是如果说你加上那条命的话 绝对过了 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就是用那个凉凉冰啊还是有点有点难 这个我觉得凉冰啊确实凉冰是肖冰啊肖冰 我觉得肖冰确实是难一些 可以邀请另一位同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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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谁啊好好好 我们醒醒来演示一下来来来来 但是我怕我翻车没事我们的案例就是没有大事好 靠的就是翻车啊哎 诶 诶 翻车是今天的节目机丢哈哈哈 是由翻车组成的 你不会打的比我差 其实要多用技能 然后注意boss的动作 对对对对 防御远王之后用E 对就是感觉这个E的 是比较强力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看boss像掉红的时候 这个boss是怕锋利的 它会进入到流血状态 这个锋利就是我们 你看现在又涨红了这个白色的 没错没错 这个角色是主打一些锐利效果 因为剑的属性在武术当中 也是主打技巧跟天空的 对用技巧去划当敌人 那就是他会怕这个 差点错过 还原鸡杯 吃药啊吃药啊 没药啊 复活吧复活 他会怕锋利的根据 切回来切回来 是好打一些 你看又流血了 因为刚才那个长 漂亮 哎没打到 再来一下 好你看花瓣又上去了 这个是异的第三段 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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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旋不到 全挡住 没事没事很稳很稳 可以啊 破破破 不是不是不能活化感觉在 哎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有意安逸就对了 又上 你上两个花瓣可以再上一个 没事不着急按这节奏来 boss下节奏 我全都要变多了 刚才有全都变多了变多了 喝一个吧 喝一口没有 你好意思说 哈哈哈哈哈哈 你把药都说完了 好 我我对了你们都没得喝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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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再切回来 用鱼器 等一下再让我再修一下 这个还是对 我们现在这个有点难 复活的机制是没有暂停游戏 所以要掌握好那个复活的机器 哦 哎这下就帅了 哦 哎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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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哦 可以可以可以 牛啊 这个效果还是真帅 真的帅真的帅 正帅 pv原场面啊 还是感觉打的 还是没有pv那么帅 对啊 就是没有那个原汁原味的感觉的啊 哈哈哈哈 那大家想到看原汁原味的感觉 想不想看pv明场面在线 那我们来看看 七松老师 我稍微演示一下 怎么去用这些角色的机制 好的 翻翻车应该不会吧 这个主题就是翻车 翻就完了 那可以画面 没事你总不至于 比我们打的 对吧 主要现在不紧张嘛 就应该没什么关系 不用喝药 不紧张不紧张 这个过场我们看过了要不就跳过 跳过吧 看操作 这里 教学对 不紧张 我说一下吧 他实际上教我们是个右键防御 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防御手段 比如说就是这个五箭花 你看 你能打我 你看这个五箭花的 这个箭花是可以有一些防御效果的 对 你看两下全部挡过去了 站住 他有没有一些 他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观众的动作 会 提示啊 你看这个刚才就是一个动作 就是刚刚他那个前条 是不是有一个那个 就是啊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就是他这个挑的这一下 哎往上挑的这一下 会会出现一个就是怎么说的 说说滑半哈 你看注意防御你看我的结果动作变了 看到吧 有有有有有 像他这个这样过来的时候 你按个E的话就会触发一个聊 哎在拍我是吧 哈哈哈哈 再演再演一遍吧 很欢迎很欢迎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就是风吹之意他其实就是 嗯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继续继续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理解一下第一次直播 第一次直播 第一次直播 不会特别紧张 很很很紧张 哎这个处决可以 对 敌人有一些连招 比如说二连机三连机之类的 其实多半会给他的那个 呃会给我们操作有些空间 你只要正确的一些交锋的 时机应对的话 你都能触发一些特殊的一些结果动作 对而且好像是每一个之后一下 好像都都不太一样哈 对对对对 一个变招之后 我们说的是PV场面对吧 对对 所以就是这里 哎哎没没毛病 没毛病 对对对对 没毛病 只是被打了 哈哈哈 只是被打 只是被打了 对多被打了一下 演示一下我们的兽机的一些反射动作 哈哈哈 哎对对对对 可以可以 而且我们的敌人好像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是兽机 他会进行一些攻防转换 嗯没错没错 对 因为我们我其实当时在设计这个战斗系统的时候 然后会非常 因为我个人会喜欢动作电影就要多吧 所以可能会 是有感受到 呃就就嗯我我我知道 对 哈哈哈 对就比如说我们在进攻敌人的时候敌人也会把我们呃反转回来 然后敌人在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反转回去 我们这个回合数是比如说是这种来来回回的感觉会比较多的嘛 哦 也就是说我们会在进攻和防御的时候都去都会去做这些派生的一些手段 对对对对对是 对对的刚才有看到啊 对 你能睡了只小怪吗 这个人怎么 我们要讲武德 还是不打他吧 好 年轻人啊 年轻人 他是活着 反正都是睡嘛 对吧 就半种知识睡在那也好 好的好的 说到这个话 其实这边 他其实这个房子 它是不是一个叫 叫四船 四船 里面才能看到 四船 四船服的一个 歇山顶结构 对吧 对 它是一个九级的 是的 这话题跳到的 稍微越快 就是刚刚那一遍 一遍的稿放到这一遍来说 对 刚才这一遍 给忘了 就九级的概念 要不次次来讲一下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 其实这间屋子呢 也是有一定的规格嘛 它的主人身份本身 就是有一定的规格等级的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呢 也是设计了一个 歇山顶的 这样的一个屋顶形式 对 然后在也是中国 古代一个传统的建筑屋顶形式 然后我们大家也可以数一数 它一共有几个级 对 级就是指这个 这个东西 是的 这个是一个正级 对吧 对 然后这边是第二个级 这是第三条级 是的 大概反正 大概就是一共会有九个级 第四 第五 然后这边 那边有四个 六七 六七 先剪个东西 剪个东西 剪个药 就是长成这样的 对 八九 歇山顶 对 所以这个歇山顶 可能也有别称 也叫九级顶 对 像这种一般中等级别的一些建筑 都会是歇山顶 对吧 这个也不一定 全是 对 中等级别就是歇山顶 歇山顶的等级呢 其实也是有一点高的 对 当然这是要看这个主人的身份等级 到底是什么样的级别 对 就是咱们游戏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 嗯 就是更高 这些可能给我们讲一下 应该最好 好的 我先把他们给讲 这个其实我也打不出来 因为我们请的是那个世界武术冠军帮我们做的动作 它这个动作要有很强的对武术的理解 以及身体的一个那个训练才能打得到 快来了 来了来了 平淡的时候我们可以多用意境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剑花都是具备一些防御的一些主性的 对 因为这也比较符合说在剑术的一些假想敌礼 喝个药 喝一下喝一下喝一下 不怕不怕没有没有关系 这扫腿也是能扫扫多之怪的 你看 嗯 它也是具备一定放的 变化哎没打住 哎哎把这个的声音好像也还不太一样 啊这个弓箭 因为它拿的是木工嘛 所以你在跟金属或者是跟木质的材质发生交锋的时候 声音肯定是不一样 啊那跟我那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嗯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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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边是有一个这个我们知道的 셋叶s 粟刃之面 туда 厚重精巧的面具 圆岳斑 别赌了别赌了别赌了 大家看一下对对对 它其实就是我们 疲�ρ他们看到的 那个刀客的角色 啊 哦� 就说 呃怎么说呢 忘笨这个这个在火光下的效果 还是挺好看的是吧 哈哈哈 挺好看的是吧 下脸没说一点路 对对对 满满足下王家任务王家任务 我演示一下怎么打 因为这个角色的话主打的其实是一个沉重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来我去个力 哎呦被打了好点 翻车翻车翻车不可能翻车 你看他很快就会破防了对 哎呦打得很有厚重感 对 你看我 来 哎呦 哎 这个人有点不给面子 不是 不是很懂事 对 包括在弹反的时候也是可以直接进入的 哦 哦 我们翻了 翻翻了 哎哎 感觉他每一下攻击更有力量 对对对对对 感觉就是特别事发历程的那种 对对对 感觉对方有点招架的那种 对哦 因为刀的话主要讲究的他可能是一个 就是 批坎为主吧 有一个说法叫什么 刀如龙虎剑枪刺游绒之类的说法 啊啊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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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就可以 就在这再复现一下PV里的那一套操作 我我我我我试试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对啊 现在可可要 哎 切换的那种哎 打法啊 这个角色的机制 剧情到此刻应该先讲机制 嗯 哦 我先把机制给讲 是的 他他其实是你们看到这个资源桃 这边有个小缺口看到了吗 一个小缺口加一个黄色的条条 嗯 如果我这个在小缺口之下我去点按意见的话 他会自动给我冲到小缺口之上 到了小缺口之上之后 我就可以进行异趋力 把我的资源条改成一个月亮的半月或者是圆月的形式 我我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来你试试 我看我看这个我有点感兴趣 哈哈 你别进账了 哎 哎 哎 冲的还挺还可以啊 对 你这样很轻松的冲到了这个黄色的这个条条 他是一个完美蓄力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再去去的话 就可以打算满月 满月 满月的话就是一个超高属性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跳皮的一个状态 他这个跳皮最后一下好像也也不太一样啊 动作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 还是比较那个的 就感觉更更强力一些 没错 张力更大一些 我们用这个来试试 来来来 哦 来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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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可以 啊 直接接上了啊 你看满月 滴一下他准备就跪了 大概就是这样 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对 对 啊啊啊啊 优秀就行 你看他们已经看了 看着是优秀就行 还还要还要练一点 哎呦呦呦呦呦 帅 他被打断了 他给帅到了啊 哎 还挺 为了解 这个怪不按剧本手 哈哈哈哈 哎 对对对 这个味道对 哦 再来一个满月 他就准备走你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哎哎 哎 别着急 哦 哎 啊他们两个呢也是 就是包括主角 最后一下子也是那种啊 体现出刀和那个 对 他会有些击杀的一些 动作有一些特性 对 所以我们会通过这些动作设计细节 去表现 去突出出现角色的一些技能或者是性格之类的 对对对 一个是会比较飘逸 扫脱一点 这个会比较干练一点 因为这边有利率桥段嘛 所以这个门的话就不开了 我们跳一下 其实除了跳过去的话 我们还可以比如说通过这个墙面 侧踏墙嘛 对吧 可以 你看这样 灯 这个跟前面的那个那个地方的演示是相似的 就是都是可以通过一个侧踏的这么一个操作 对对对对 其实想怎么走都是可以的 嗯 那他这个 等一下 我刚才我就有点好奇 这个木头是什么 是什么什么东西呢 这个木头 因为这边是良宾藏领的这个村庄 这个庄园做一些营地 所以他们会用那个车去运输一些材料 哦 有一些车印啊 对 它这么形成的 包括这个车 车运输的多的地方的话 你看它的草其实是分布的不那么多的 嗯 但是像车走的少的地方 它的草就会长得比较杂乱一点 哦 它其实都是一些生态的小细节 哦 生态的细节 哦 生态细节 一些生态的小细节 很丰富啊 看见的 对 包括这些草的颜色啊 还有一些去 对 因为为了去塑造一些花梁杆的话 我们都会在颜色 光影 氛围 或者是一些元素的选择上 都会非常精细地去挑选一下 对对对对 尽量做到我们觉得还不错的一个状态 有感受到 有感受到 那我们要不用这个角色去打打boss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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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不一样的新的东西 你们看过了 对 要的话 其实给大家看嘛 给大家看 其实是不用吃药 但是 你剪一下 不要这么力 不用这么提一下 其实可以剪 我不用就好了 但不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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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不用了 这边是自动切回去的 自动切回去 因为进剧情 我们的是主角进到过场了 所以他都自动切回来 我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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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那这个过场我们 也可以跳一下 跳一下 还是展示一下你的那个糖刀 然后看一下 对对 你们有我的内容 对对对 刀呢 哎 对好 这一把 就是就是这一把 这把糖刀 好了 展示完了 我们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展示了 但时间不足 哦 哎 它 对对对 开场先 因为就是这个味道 对对对 开场先翻 可能好奇 哦 那个 那个字它是 就是一个技能体系 这个我们在奇幻的时候 好像确实是有一种就是 好像真的可以可以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感觉 就会有一个有一个力量 打我太贵了 哈哈哈 先磕磕要 别道歉别道歉 好好好 莫欢莫欢 我不用货币 哈哈哈 有足够 哦 这个是 也可以切角色也可以 切角色也可以 对的 啊 这个真是手一手 你看我这个大体就很硬 我就可以硬弹他们 这就是不同的一些打法 好 它完了 我给它一个满月 来看一下三块差距 哇 这血掉的好 有点有点 有点高 给你开个大 我先给它上个流血 再切回来 硬吃 来 哈哈哈 哎 打了套空 他流血掉了 我再给他上一个流血 咱们刚才那个格打 是因为切角色之后 挺形成的吗 呃 其实你切角色 它会形成一些那个 都会有自动的一些 招架的一些属性在里面 只要你切的实际正确的话 啊 就啊 就是 互相应的给出一些法 对 哦 哦 哇塞 哎呦 我老师对他 我老师会被打断 哎呦 哎呦别冲了别冲了 别冲了赶紧跑 哈哈哈哈 啊这结果 外车了外车了 呃 哈哈哈哈 不用复活药 不同角色的死亡动作 都是可以演示一下 啊 啊 我先给他上一个风力 莫荒 不着急 把他救起 好 哎呦呦 硬刚就对了嘛 反正反正是 就是 马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哎 哎 哈哈哈哈 还差一下 来了 哎 哇 这个 漂亮漂亮漂亮 可以可以可以 最后这一下真的是 啊 嗯 每个角色击杀肯定 都会不一样嘛 对对对对 啊 然后还有后面还有 什么内容吗 就比如我们之前还有一些 组成啊什么的 有哪些东西是还没忘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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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地上那个 对啊 我一直在想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去剪 对啊 对啊 剪一下 还没到这个流程吗 我嘴快了 我嘴快了 这个这个光卡其实我们为了去展示一些更多的内容的话 其实是做了一些特殊的一些设计的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 诶 诡语之面 诡语之面 音语复杂的面具 这个诡语之面 其实就是刚刚处决掉boss之后出现的那个UI界面上写的 嗯对其实它代表的是你跟它产生了一些共鸣 嗯 对你理解了它的一些 呃立场 之类的 可能你就能有一个它的一个面具 嗯 比如说这样的话就 呃 呃 好看一下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诡语之面 是蛮帅的 我这个这个这个更帅啊 这个走路的这个感觉 什么男模 不是 那 还有一个就是 这么一堆全都是兄弟啊 我们的女性角色 我们之前是一个 别着急 有慢慢来慢慢来 都会有的 该有的都会有 拔了一堆啊满头大汉 因为这次主要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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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满头大 满头大汉加满头大汉 哈哈哈 这这次我们主要是以PV当中的一些实际内容为展示 所以对我们主要是展示PV中的一些 对 那我们这个切换 它是只能是这么平静切换吗 你看我在空这些啊 哦 他也是不打到3G的 我看一下他是 跳一跳 哎 其实你看这个地方非常远对吧 但是我们是 没有所谓的那种二段跳的设定嘛 只能跳一下对 啊 但是切面具的时候 等 啊 就他 哎他就会有一些 每个角色他的这种切面具在空中的话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属性 嗯 他就能到达一些不同的地方 哇 可以可以 对能达到一些这种 效果 真的把切人和这个3C也做了一个结合 这个切人还确实是很很很关键的一个 嗯 就是挺摆大挺适应的一个 对 你看这个地方比较远对吧 我们就 其实不那么远 哎呦 兄弟来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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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没打这次 来 我用他演示一下 那其实我们这个房子是不是也有一些 嗯 打完这个再看一看 打完这个再看一看 哈哈哈 你也跳我也跳 哈哈哈 你居然跟他打的有来有回 哎 这个房子确实是看着我是看着很远的土 嗯 他是那种是土房吧 应该是 这个庄应该叫夯土房 夯土 像茅草顶 对 但是跟我之前啊 我家是北方嘛 然后如果我就看到 之前会有类似的建筑 就是小时候也住过这种房子 就是他也是土来搭建的 嗯 然后这个我也可以讲一下啊 对对对 你来讲就好 生活过的人 我住过 对对对 住过的人肯定更懂 他这个就是家里老人也是跟我讲 就是说哎他为什么用土呢 就是因为土的话会有一些就是 就是像保温的一样的一个功能啊 就是他会有一些个 比较冬暖夏凉啊 然后就会外部呢 就是就是气 就是温差会会小一些 是的 因为土这个材质本身 它的这个导热性 这隔热性比较好 所以说我们通常在北方的话 采取这种材质的话 它能达到一个冬暖夏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啊 而且这个取材也很方便嘛 就去取材嘛 对对对 是是是 我为什么没有牛啊 牛啊 哈哈 有人演了 我刚刚没有注意他的血 没看你的血 没事你们继续说 这就是现在是天亮 会亮一些啊 对 可以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就是这个场景的一些 结构啊 鱼啊是之类的哈 诶 诶我发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跑这个瓦片的这个 这个效果 这个这个声音好像比之前去演示的时候 对 对对对 有感觉也就是它它它它它 因为PV当时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叫情绪或者是叙事嘛 是的 所以当时在一些不怪的一些时间上啊 或者是情节上面或者是在情绪渲染上 都会以叙事为核心 所以像音乐氛围的一些音乐的平衡就会拉的比较大 嗯 可能会把瓦片声音给盖住 嗯 对对对 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 它这个地方就是我可能我指不到啊 就是我说一下上面是有瓦片 然后下面它的这个木头呢 又是一些红色的 这个我没太看懂这个 它其实这是我们我们模拟的是去推远过一些破损 比如说我们想要这里是比较 呃比较破损的话 嗯 其实我们可能不仅仅是画一些比较好看的破损造型 对啊 可能要去推远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因为已经有一个呃 泥石流的一些坍塌了嘛 所以你看小兵都能到这个房屋顶上睡觉 因为它好上来你看 哇 它好上来 嗯 那上来了之后呢它人才的地方比较多嘛 那它这个地方就坍塌的瓦片会脱落的比较厉害 嗯 那像这种呃房房房的这些两架结构的话 它木制的可能就是破损的一些方式就跟瓦片会不一样 嗯 包括你看这种地方 因为会有一些雨水的侵蚀或者什么的 像打草啊这种青苔啊都会都都会长出来 对包括一些 又看到又看到对 对枯叶的一些 上面还会长一些生长出来一些草 没错没错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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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是挺自然的那个感觉 因为我们这边会比较注重一些生态相关的一些内容 哎 你刚才有讲过一个是泥石流是吧 对对对 它是因为它是泥石流导致的 是什么原因 你看这边这一片的这个紧致 啊这里都有灾害 它就是一个自然灾害 就是山堤滑坡的效果 对就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泥石流导致 让刺草是一个 哎 这个这个其实呢更多的是也是出于我们的一些游戏设定 对然后我们这片樁元别叶呢 它其实是处于一个 平原和黄土园的这个交界地带 然后呢它是背靠黄土园这样的一个形态 然后呢 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些设定 这边呢其实以前是有池水的嘛 池塘 而且它还有一些地下泉眼 然后直到这些全眼呢 比较慢溢出来 然后这些沙土呢 它就会逐渐地被侵蚀掉 然后沉降 然后慢慢导致了 这个地形的下陷 以及一些泥石流啊 坍塌啊这一类自然灾害 也有看到啊 这边还有一些 是的是塌掉的这个防眼 其实它这个装员 原本的面积是要比 我们看到的面积 是要更大的 是的可以对对对 这个其实也是合理化的 一个思考的一部分吧 嗯 但整体感觉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Demo 跑下来 然后会不会有一种 没完够的感觉 没完够的啊 那肯定啊 因为那么的内容 不能这么一次性 就放出来吧 就未来还有很多机会 跟大家再展示 比如说我们的超大的 对 哈哈哈哈 床什么 床床 对 我们都有做 对对对 然后 这次主要是与PV核心嘛 所以我们